近日 在广东佛山 太阳余晖洒进了黄巢卦绣装 香港绣娘黄美昭仍在忙碌 眼下 她正在赶制一套中式嫁衣龙凤卦裙 1998年 黄美昭在香港学习次绣 附加三代人从事中式嫁衣行业 夫唱妇随也做起了这份甜蜜事业 因为看好内地的庞大市场 2006年 黄美昭在佛山顺德开办了黄巢卦绣装 穿着龙凤卦裙是广东籍香港一带婚嫁的传统习俗 对于龙凤卦裙能够传承至今且历久迷新 在黄美昭看来 这和卦裙的工艺 品类及丰富的刺绣图案不无关系 龙凤卦本来就是一块红色的布 它就把那个红色的布已经绣满了 只能看到金像跟银像 这个是已经百分百的填满了 龙一定是金龙 我们这一套是比较金龙金凤的 金龙金凤 对 全部都是立体的 然后这个花也是立体 那为什么还有一些绿色的 它是要做点缀的 对 就是因为它里面是有五种颜色的线 五彩线 在黄美昭的绣装里 每套卦裙都以龙凤图案为主体 粤语中龙凤城祥的城祥与情长统音 卦裙还有寓意不同的图案可供搭配 五只蝙蝠寓意五福临门 石榴寓意多子多孙 牡丹花寓意花开富贵 云团寓意一团和气 团团圆圆 在黄美昭眼中 龙凤挂裙不单单是一套绣满喜气的嫁衣 更是亲情融合 孝心传承的载体 这个嫁衣会比较重要吧 因为在结婚的衣服是比较重要的一套 所以这个会跟家人商量 那家人还是说龙凤挂 那龙凤挂的话 他们过来的话就会把妈妈会带过来 或者是婆婆带过来 那过来的话一般都是主人家说OK了 那姓娘子就基本没问题了 对 那其他的分杀就是姓娘子自己说了算了嘛 所以这套衣服他们比较重视了 在分信里面 多年来 黄美昭也接触了一些内地客商 目前 在新疆和山东 他已经发展了多个合作伙伴 他发现 因为南北方文化的差异 内地消费者对于龙凤挂群的个性化需求 也越来越多 黄美昭表示 龙凤挂群从内地传到香港 至今仍在港传承 未来 他想把龙凤挂群带到更多的地方 让更多人感受忠实嫁衣之美 我先生会设计 会设计这个龙凤挂 更加的会传承下去的中文化